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39课 我愿亲自接受救赎 那我会用两次的时间呢 来把这一课比较详细的解读 这一课他首先至少前面几段写的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很哲学性 然后很需要脑袋来思考的感觉 那我尽可能用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举例 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一课弄通 其实这一课的讯息也是很重要 大概130几课 这几课全部都是五颗星以上 他的第一段就讲到这个 他说中间人生的一切疑虑莫不源自于此 就是说不晓得自己的本来真相 那么世间的一切疑问也不过源自于此 所有的矛盾跟冲突你遇到的都源自于此 就是我究竟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宗教或灵性的体系里面 一般大家喜欢讲的是我是谁 那就有一些所谓大师 然后他们教学生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问他说你是谁 但是你看奇迹客人在这边的措辞 还有在其他像正文 还有在炼仪手册最后面 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究竟是什么 他的措辞是我是什么 而不是我是谁 那其实奇迹客人的措辞 不得不说还是比较精准的 因为我是谁 这个谁里面有一个人字旁 也就是说 你问我是谁的时候 是已经预设了你是一个人 但是如果我是什么的时候 这个what是没有任何预设 这个who就是预设你是一个人格 那么what是没有任何预设的 OK那这个才会符合真相 因为我们的真相并不是一个人类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 为什么所有的矛盾跟冲突都是指向这个问题 因为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关于信念意义跟价值的这些冲突 其实都是从我们自我的角度出发的 每个人在看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从他的角度去看 这就是他所谓的投射最直接的那个含义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所有这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是指向你的这个自我 所以你究竟是什么呢 就跟这个你怎么看你的自我 很有关系 那么我们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 其实你到商场去看到一个包 然后你动了想要买他的念头 的时候其实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据我的观察 包括我自己的自我觉察吧 就是很少有人是看到一个心动想要买的东西就毫不犹豫的 就是掏出钱包直接付账就直接买了 然后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犹豫或者是可能会后悔的那种情绪 通常我们都会思考一下甚至会挣扎好一阵子 然后才会下手买这个包 那好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你的心灵里面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声音 一个是列了很多理由叫你去买 然后另外一个是列了一些理由叫你不要去买 那请问哪一个声音是你呢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整 真正是整合起来的自我 所以有人就说我们的心灵 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闹哄哄的村委会 而不是一个村子的村长 因为村委会就是七嘴八舌嘛 各说各话 这比较像是我们这个小我的头脑那个实际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出现那个冲突矛盾 而且你看不到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一致的一个自我 那这个是我们陷入小我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陷入这个不晓得自己到底是什么的那个状态 好那第二段他接着说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表示他已经拒绝认识自己了 好那正因为他拒绝接受自己的真相 才使他提的这个问题显得非常真诚 也就是说 理论上你不应该不知道你是谁呀 好你不应该不知道你是什么啊 好怎么会有这种困境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每个人不是最应该知道的 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嘛 好但是我们好像常常是连自己都不了解 尤其是学了奇迹课程学得更深的之后呢 你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你根本就完全不了解你自己 好那么第三段 第三段呢他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与相信自己已死又有何意 这个讲的是看起来挺严重的 然后他说除了活出真实的自己之外 还有什么生命可言 那活在此地的除了你之外还会是谁 是谁在怀疑 他又在怀疑什么 好他第三段问了你很多问题 好看起来很哲学性 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好第四段中间 好他如果假装不事情的提出此问 不过表示他无意成为原来的自己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强调说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原来的你自己呢 一定是你刻意的去疏离 或者跟你原本的自己去分离分裂的 好一定是你刻意这么做选择的 要不然一个人他最应该最了解的 应该是自己的本质才对啊 自己的真相才对 好OK那么我们往下看第五段的第三句开始 他说你的否定并未改变你的真相 但是你的心灵已经分裂为二了 一部分知道真理 另外一部分毫不知情 你就是你自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却对此存疑 好那么你不敢去追究哪一部分的你 才可能怀疑自己 提出这问题的那一部分 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你 OK所以会提出我是谁的这一个 一定是小我提出的 因为在这个圣灵的思维里面 他是很确定你的真相 你的实相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小我提出的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调到小我的世界里面来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要说是敲门砖或者是垫脚石都可以 因为小我会一直指着这个身体说这个是你 那你要透过去质疑到底你是谁或者你是什么 来跳脱出小我的这些扭曲的知见 所以反而你有这种很深层次的 看起来是很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怀疑的 这个呢反而会能够帮你从小我的境界跳脱出来 OK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小我 那么这个是你心灵分裂为二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属于你的灵性 你的实相圣灵的那一部分 那这部分是很确定之道 真实的你并不是这具身体 也不是这个自我 好然后下面这个第六段呢 他说救赎就是为了治疗 人是可能怀疑自己 而且无法肯定自己的这种很怪异的心态 好那他说这个是其实是一种疯狂 然而这个问题就成了普世的人生大问 就是要确定自己到底是谁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当我们看着小时候的这个相片的时候 我们毫不犹豫觉得那个是我 可是实际上小时候 譬如说五岁时候的你跟现在时候的你 不管是在身形啊长相啊 然后在想法观念 做事的心态上面都差异这么大 那个怎么会是你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自我是一直在变的 然后即使是在同一个时刻 就像我刚刚讲 你看到那个橱窗里的包的那个时刻 你的自我也是分裂的 而且是互相冲突打架的 那么你到底是谁 好这样看一看 好像就真的不晓得自己是谁了 实际上这个也是千百年来的哲学家 这些最聪明的头脑 努力的不断的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人类到底是什么 好那这个关于自我这个课题的哲学性的书籍啊 你如果把它收了起来 绝对是可以摆满一整面图书馆的墙 但是你把那些哲学东西通读了之后啊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 哲学家们也是很分裂的各说各话 然后读完之后还是觉得非常疑惑 我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 OK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139课的前半 前面的六段 可能你听得有点晕头转向 这一课 如果之后有机会 不妨再回来回访一下 那我们明天会进到下半 就是有操练的部分 然后你会比较明白他这一课的那个重点在哪边 他会在下半的部分会带出来 谢谢大家